今天要跟大家開箱分享的是,這款BenQ的新產品,ScreenBar Lite 那ScreenBar Lite其實這個之前我已經有買過一個桌上型的版本,它就是叫ScreenBar 那多了這個Lite的原因是因為它這個是否筆記型電腦,或者是平板電腦專用的 因為之前我在桌上型的電腦,我覺得用的非常滿意 雖然我的部落格沒有針對這個產品看向,但是其實它對我的工作來講就有非常大的幫助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桌上型螢幕的現在用的就是這一款 那ScreenBar的部分只能用在桌上型電腦的螢幕的原因是因為直接掛在上面 那因為筆記型電腦沒辦法承受那麼重的支架,所以它出了一個ScreenBar Lite 它是用夾的方式夾在你的Notebook的螢幕上 所以這個跟一般桌上型螢幕的產品ScreenBar是有點差異的 主要是插在它的固定方式不一樣,而且重量比較輕輕很多 那給大家看一下內容,它因為這個是屬於設計是可以攜帶著走的 所以它是有一個壓克的盒子包裝在裡面 這個盒子蠻漂亮的,它上面還有一個Logo是ScreenBar Lite 這裡 從這裡打開之後就可以看到產品 那這因為我已經開過,已經試過 所以它打開的樣子是這樣 那盒子就是有兩個像泡民的裝置在那邊 可以讓你把你的燈放在上面 那就是這樣可以帶出門 那它所有的產品裡面,它就是有一張保固卡 那我已經把它拿起來了 那再來就是它的這個燈的本體 大家可以看到燈的本體就是一個,有一個鋁合金的夾子 這邊很漂亮,是鋁合金還有法斯紋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上面有BenQ的Logo 它把它的電線從這個夾子剛好穿過去,從下面出來 那這個電線是不可以拆的,是固定在上面的 那這夾子感覺夾子還蠻有力的 那夾子的部分中間有緩衝,這裡有橡膠墊 那它這個在固定的時候啊 它夾上去之後,它的位置角度是可以調整的 像這樣 它還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喜好來調整你要的角度 但是它這個燈主要不是在照你螢幕 它不是在幫你的螢幕補光 因為螢幕本身會發亮 螢幕基本上是不需要補光的 它主要是因為螢幕的周遭 因為螢幕有個亮度存在 但是你的周遭如果太暗的話 會有很嚴重的光線的反差 那它為了要降低這種反差 讓你的周邊的亮度跟螢幕亮度是很接近的 所以它設計這種燈 輔助你螢幕周邊的照明 那這種燈就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 一般的台燈它是所有的範圍都會照到 那這個燈呢,它只照特定的角度 還有它那個LED燈,它是都有設計過 它只會照某個角度出來 特別講一下它這個所有的操控部分 都是跟原本的ScreenBar一樣 都是觸控的 那它會有一個開關 會有一個自動的補光 然後它會有一個 這是調整光線的明暗 那它可以調整色溫 上面有一個溫度機的符號 還有亮度的符號 那還有現在都一個我最愛的功能 以前這個是在桌上也是沒有的 它可以記憶你的喜歡的亮度 那下次你再按它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跳到你上次設定那個亮度去 所以如果你有時候可能把它調到最亮 或是調到最暗 你可以用這個去記錄它 那一般來講 我們會建議你用這個自動補光 就是AUTO這一個 那自動補光它怎麼補光呢 它其實會去偵測你周遭的環境 有點像我們手機的自動亮度調整一樣 它會看你的周遭的亮度 來自動幫你決定 你應該要打出多少亮度的光線 那它其實是一個蠻聰明的設計 那這是它的光線的偵測器 這是偵測周遭的光線 那實際上裝的方式就是 它就是把它夾上去而已 就非常簡單 最後呢就是 因為它供應就是直接走USB的方式 就是把電子直接插在電腦上就可以了 它其實也蠻適合帶出門的 因為它的第一個它 它的是走USB的嘛 然後它也是在一個盒子可以保護 然後它體積本身也不大 不過它的小缺點就是 它USB的線可能就是稍微短了一點 所以如果你的螢幕的 你的筆記型電腦是比較屬於比較大型的 你可能要稍微調整一下 OK 那實際上來看它的效果 我先把我原本的燈關掉 OK 那開燈的方式就是 直接觸控一下這個電源 它就會打開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我螢幕的亮度啊 在我關掉跟打開的時候 它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變化 因為就我剛剛講的 它並不是在幫你的螢幕補光 它是在幫你螢幕的周邊 包括你的桌面啊 你的鍵盤啊 這些東西去補個光線 讓你的整個眼睛看過去正面的時候 並不會只有中間亮 然後旁邊按那個反差就很大 這個是這種燈最大的特色 那我做了實驗 這是一張黑色的色澤指卡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指卡放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裡會有一條亮度的光線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它會控制它照射的角度 所以它固定打的角度 就是打這個方向 它就不會把多餘的光線 打在你的螢幕上 讓你的螢幕變得更模糊 更反光 更刺眼 那你看我稍微調一下角度 這光線 它就是固定這樣 它可以調整 那它可以調整色溫 就是選這個溫度計之後 那一樣 這調整 那現在就是屬於這種 比較偏黃的現象 這個色溫它就是比較低的 那如果你用自動的話 它能夠自動幫你調整一個級距 就是它有一個自動偵測的功能 所以它會自動調個級距 那如果你喜歡那種黃色燈光的時候 你可以手中去調整 那這個時候 你對著它這個 我的最愛的功能 就是這個按鈴鐺 按住3秒 那它就會開始一直閃爍它的燈 那這時候它就是記憶好了 所以下一次啊 你開起來的時候 像現在我是用自動 它就是打出來是白光 那我就選這個 我的最愛 它就會自動切換成我剛剛設定的黃光 非常的方便 OK 那這是 以上 這是ScreenBar Lite的試用 給大家參考一下 OK 那剛剛看完SonyBild的拍攝效果 我們先來看我現在裝在我的 Surface Pro 4上面 那也可以看到它裝上去之後啊 它的鏡頭還是可以露出來 但是其實 鏡頭裝上去之後 我發現它的Windows Hello 就有點沒有用 這個燈裝上去之後 會影響Surface的人臉辨識 它就沒辦法使用 這時候它找我就找不到 當我把它拿起來的時候 它就可以找到 這個燈其實會稍微阻擋到 Windows Hello的運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BenQ這款 ScreenBar Lite 它有多了一個APP可以安裝 那我現在已經把它裝在我的Surface上 那我開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APP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應用程式 大家可以有些東西可以設定的 畫面上有看到 它有可以設定自動調整亮度 有關燈 那也有我的最愛 還有一個解電的功能 那這關燈就是當然就是開關 我按關燈它就是關掉了 好再打開 那如果你不要它自動調整的話 你也可以手動去調整燈的亮度 或是我的色溫 這些都是在這裡可以調整的 OK 好 那它還有多了很貼心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同步去調整你的 螢幕的色溫跟它的亮度 是可以在這裡上面直接調整的 好 這是非常有趣 我的最愛部分燈啊 這是也是可以用的 像我剛剛 我們剛在做開箱的時候 已經有把它調到最黃 所以我等一下就會調到最黃的程度 OK 那它還有一個節電的功能 當它發現你的筆記型電腦 那個電量已經比較偏低的時候 那它會自動調整就是亮度 好 就讓它調暗一點 來避免它加速你的電源耗損 一個蠻貼心的功能 好 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它可以設定 某一個時間點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的亮度調整比較偏黃一點 通常都是我們在夜間的時候 為了不讓光線那麼刺眼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都把色溫調低一點 那其他就是像我的最愛啊 這些都是可以在這個小小的App上面操作 好 那當然操作的前提是你的USB的電 必須插在你的Notebook上 OK 以上就是這款Screenbar Lite 它的整個操作的方式啊 還有它的使用方式 它的介紹 那我個人是相當推薦這款燈 這真的非常適合推薦給大家使用 也是這樣 會不會吧 感谢观看